你好 欢迎收看12月2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县长徐真卫和县府建设处以及相关科室人员 来到了玉里镇高辽大桥以及卓西乡的伦天大桥进行会刊 了解目前的重建进度以及最重要的变道桥执行状况 而建设处长表示12月31号伦天的西底变桥将完成了 高辽大桥则是1月18号过年前会完工哦 怪手哇哑哇大桥重建工程一刻都不间断 这是918重创的高辽大桥 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居民迫切需要的通行变道 县长徐真卫特地与建设处以及相关客室人员到玉里及卓西进行会刊 勘查了解通行变道钢桥工程 那我们整个高层会拉顺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会把目前正在施工的会把这个路基给垫高 然后跨过月体之后可以用150的RCP航管 还有去通过这样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深潮的一个排水的一个线 那至于说目前这个高滩地的部分我们是采用线地的图 那整个施工完成之后呢我们就衔接到对面的一个防汛道路 跟在这个现有的防汛道路的变道去做衔接 以后可以过来之后呢他就可以往大雨的方向去做分流 去做整个的一个通行 另外徐政卫说由于两座大桥的重建时间需要超过两年 所以通行变道的部分在训旗台风期间会采管制通行 并由乡镇公所来负责 至于因为如果说有台风什么这个变道是要管制的 所以我们会违给玉里镇公所来管理 县长徐政卫与县政府建设处相关科学人员 来到玉里镇高流大桥以及卓西的轮天大桥进行会刊 了解目前的重建进度 以及最重要的变桥道的执行状况 建设处长表示12月31号轮天的溪底变道将完成 高流大桥则是1月18号过年前一定会通行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